因为张树地区一带原住民居住人口多 所以好几年前在张树二路与山光路口的高速公路桥下设置了原住民公园 占地宽广是附近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更是原住民办大型活动的地点 不过原本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因为时间一久老旧 另外只有一道溜滑梯根本不够玩 我们这次要感谢我们的白衣言 因为我们有跟白衣言反应 民众也有反应 说之前的六RT只有单边而已 现在设计成白衣言帮我们换成双边的六RT 民众都很满意 之前都不够实用 小朋友会吵架会抢 现在几乎礼拜六礼拜天两天 这两天休息时间小朋友比较多 尤其这一次暑假时间使用力更高 今天主要就是来这个山光里这边的原住民公园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游乐设施 已经更新完毕 那因为之前里长还有里民 就是希望说可以针对这个邮具的部分 能够做一个更新 因为周边的社区大楼越来越多 原本的游乐器材已经不够使用 尤其假日的时候 小朋友多只有一个溜滑梯 根本不够玩 所以新北市医原白佩卢就协助将原本老旧的游具进行太久换新 并且换成大足的游具 两道溜滑梯要让小朋友玩得尽兴 搭配公园墙上满满的原住民图腾彩绘和入口处的精神堡垒 成为邻近大人小孩休闲的好地方 当初原住民公园的话 就是设计的时候 就以阿美族的图腾为最大的部分的规划 设计起来图腾总共有好几个族群的图腾都有 只是说大部分都是阿美族的图腾 精神堡垒是阿美族的 他们的一种象征 那个勇士的一种象征 所以特地阿美族的那个堡垒有没有 特地设计过就在整个我们的入口那边 我们这边的三光的话 他们以前有办过那个原住民的风廉祭 就三光单独的风廉祭 总共到现在已经办了总共有办了三次 那因为考量这边的腹地有些 因为上面是高速公路 然后有时候下雨的时候 它的雨会滴下来 所以考量整个游戏的安全 然后希望说提供给小朋友 比较安全的环境 所以我们还是照原来的规模 然后但是换了整组新的 而且是有通过规范的这个邮具 那每次假日我们经过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很多小朋友 很开心地在这边玩 那我们也希望说邮具更新之后 大家能够爱惜 然后让整个原住民公园的设施 可以更完善 现在已经设置完成 新北市医院白佩鲁也特地前往现场关心 全新的大型邮具和地点都全部更新 提供小朋友更舒适安全的游戏空间 就从惠林细子裁缝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